日本有一部超黑暗的高分动画 而其黑暗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画面血腥残暴 相反他虽然被下架 但看完全片后 或许在这黑暗的剧情中 大多数人还会被治愈 故事还得从男主杰贤 突然在一处陌生地方醒来讲起 映如他夜年的 除了陌生环境以外 还有一位手持狙击枪的少女百合 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死后的世界 也就是说现在杰贤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但对于没有任何记忆的杰贤来说 他觉得百合就是在画无揽 而百合现在正瞄准的人是世界的神 他不应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去生活 由每一个死后的人 都会被他瞄准的这个白发女孩天使 送路轮回 而轮回的情况还是不可控的 也就是说与其冒险轮回变成一只猪 还不如在这个死后的世界快乐地活下去 觉得百合像神经病的杰贤并没有听劝 而是很坦坦地走向了天使了解情况 结果天使同样告诉他 这是死后的世界 能不相信事实的杰贤被天使刺穿胸口 等他又一次清醒之时 却发现伤口根本不在了 但之前穿的衣服确实被血迹沾烂 这些不得不相信两个疯女人说的话了 仔细观察 发现这竟是一所学校 而百合还与好友日子像 共同建立了一个名为死后世界战线的组织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天使带这个人轮回 他拒绝命运的安排 总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阴谋 但事实上 这所学校以及这个世界的诞生 真的是为了让那些生前留有遗憾的学生们 在这个校园重新体验一次美好 再轮回转世 百合的想法就是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乐园 了解大概情况的节前 也就像被忽悠镜的组织 也了解这个世界的人并不全是人类 还有一些人是没有感情的NPC 是为了让这个校园变得更加胖真 以及引导这些还有遗憾的学生 百合除了阻止天使带着身边人进入轮回之外 还需要担起身边人的日常起居 没有校园发表了他们会执行计划 对普通学生进行洗劫 于是身为学生会会上的天使就不断跟他们打着持久战 毕竟除了带人轮回也需要对学校秩序进行管控 我先前也提到过 想要进入轮回必须要让遗憾变成不遗憾 这也变相说明了在这里的所有人死后人类 他们都有着不太好的过去 首先是百合 她是家中长女且家境及其富裕 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从小就很有担当的 她绝不会对弟弟妹妹吃醋 但幸福的一家却因为几个劫肺闯落后 一切都变了 那天家里就四个孩子在 劫肺不单纯只是打劫钱财 甚至在最后杀害了百合的三个弟弟妹妹 亲眼目睹这个场景的她到死后都不甘心 命运的不公让她决定对命运作出反抗 这就是她为什么会成立死后世界战线 让她不单纯只是在跟天使做对抗 她各式带着众人试图推翻天使的执法 安排一位电脑天才想要去露清天使所在房间的电脑 调查这个世界更多的讯息 而除了需要电脑天才行动以外 其他人则需要吸引天使的注意 这场乐团主唱颜泽成了担担靶子的位置 而观音则的过去同样充满不幸 因为她生在一个充实暴力的家庭中 但这还不是关键 她在后来捡到一把破的吉他 是音乐就输了她 从此她的人生出现了光 促使她不断坚持打工赚钱 试图有一天可以逃离这个地方 但因为长期遭到暴力了她 却在一次工作中因为脑梗塞突发 导致患上了失语症 梦想就以这样的形式直接破灭 最后她的死因定是在病床上孤独离开 死后来到这个世界 她能就与音乐在快乐享受生活 但对这份过去她无法放下 所以才会加入死后世界三千 但是充当于我功能演唱吸引众人目光 却同时也吸引到了NPC老师 为了学校的治安 他们控制住了颜泽等人 并试图毁掉颜泽的吉他 这个颜泽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利器 一把撞枪的老师 所有拿起吉他将自己对命运的不满 以及所有情感通过音乐传达出去 那一刻每一个人都沉浸在这音乐世界之中 当歌曲结束之时 却也是颜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因为当他用音乐救赎他人 以及自我救赎之后 他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这次行动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消息 甚至还让颜泽进入轮回 百合只在天使电脑发现一系列的开发工程 他不仅开始怀疑 所谓的神师就根本就不存在 后来乐团主唱被尤里担任 他跟对象关系很好 而对象生前却也很不好过 遭受身边人的唾弃谩骂 只因为在一次棒球比赛中失误 最后精神逐渐溃散 而别人所有使用的毒品毁掉人生 可到死的时候 他更在意的不是使用毒品 而是那次比赛的失误 所以在死后世界的一次棒球比赛中 日向仿佛看到生前自己操作失误的那一球 只要能接到 遗憾就终掉 这让杰险怎能瞬间想要阻止 好在被尤里扑到错过了这一球 以后人才得以继续留在死后世界继续打闹 但是打击天使的事情还得继续 他们利用校规等天使的考试出错 学生会会长的持误被罢免掉 就在他们打算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原来阻止他们的人不是天使 而是学生会会长这个职务 天使只为是在旅行职务 所以新商量的会长文能 成了百合他们要打击的对象 这个人比天使更加难对付 由于杰险看出了天使的孤独 在试图接近的时候 却被文能带人强行关到了禁闭房 可这次遭遇却让杰险将自己的内心 全都传递给了天使 他想跟天使成为同伴 但是之前单能会长一直 见证过无数伙伴分别的场景 导致他对同伴早已不敢奢求 之后 两人合力逃出了禁闭室 却发现文能正在担忧直权疯狂杀戮 虽然这个世界的人在死后还会重生 但这种行为确实不被允许的 但文能却不同 因为他能操控NPC 间歇导致他就像是这个世界的神一般 他认为杀戮并无过错 这样是在帮人们解脱 如果无法解脱 那么就用他独有的技能催眠 直入一个虚假记忆也是不错的 虽然是假 但这份虚假却会让人流连万返 但任何遗憾都消失 从而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虚假记忆终究无法抹除那份痛苦 百合在说虚假世界更加难受 虽然眼前一变美好 可这却跟记忆伸出了景象 完全冲突 看不下去的结节 冲上去打了文能 虽然过去不代表美好 但对于来到这个世界 都对过去一片空白的他来说 他是真的希望去面对过去 而不是逃避 只要是自己走过了路 哪怕再糟糕 那也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话呢 文能回忆起了自己不愿面对的过往 他的家境极为优越 但是因为哥哥太过优秀 不管是家人还是外人 眼里都只有这个优秀的哥哥 后来哥哥意外死亡 大家竟然说出的是文能死区 也就是说 他们要让文能承受哥哥的光环去生活 其实文能并不抗拒 他虽然没有天赋 但是却有努力 在继承了家族的讨瓷技术 不过天一弄能 父亲在后来去世 不管文能能和努力 都无法真正继承家族 他直击的父亲跨了他时候 就在林幼时比赛摘世子 赢了哥哥 那时候父亲说了一句 而只是父亲的忍童 在被杰显肯定了自己的努力后 他便突然醒悟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 渴望的只是被人忍童而已 放下心中的指电 文能进出这样 加入了死后世界阵线 百合想到文能的催眠技术后 试图让他帮助杰显找回记忆 劝说他能一流的杰显 却在这时产生了些许的逃避念头 不过很快 他就想起了那个 跟自己相依为命 且长期患病住院的妹妹初音 生前 杰显根本找不到生存的意义 单纯因为妹妹跟自己 说着一句又一句的谢谢 而坚持为妹妹活着 在妹妹去世后 她的人生又一次陷入迷茫 直到在目睹者患者 从医院离开时 跟医生道谢的场景后 她决定从医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医生 去拯救像妹妹一样 被病魔折磨了人 她很努力也很幸运 但如愿舍到大学的落学选拔 革命运就给她开了天大的玩笑 因为在途中 她所乘坐的车 发生意外 被困在隧道内 但这次意外却并没有人员伤亡 而不 准确来说 是杰仙救了众人的生命 除了中毒的伤亡 无效死亡以外 狗活的众人 在杰仙安排和分配 以及简单的救治下 都活了下来 而杰仙也在这暗无天理的环境下 带着众人从恐惧 再到冷静 再到全都无私的签下 自愿捐献器官的神仙书 或许这一幕感动了上苍 就在几分钟后 救援队赶到 而杰仙却早已知道 自己因为先前事故 而引发的内伤 根本就无可救药了 所以之前 他的所有物资 都用来帮助他们 可找回这份记忆 却并不全是文能的功劳 因为 他只帮杰仙回忆到 事故发生的态势 是天使的昏迷 才能解决详细的一切 因为在这期间 发生了天使分化的大事故 一个跟天使 长相完全一样的 红眼天使 开始伤害众人 而真正的天使 则有一个大火融入在一起 共同钓鱼吃饭 所以当百合说 是天使打伤他时 根本没有人相信 但在红眼天使出现后 大家才知道 就是天使的分身 而分身还可以 再创造出一个分身 创造出来的分身 还能再创造 以至于这个世界 多出了许多冷血 只会杀戮的红眼天使 为了保证本体 不照回分身 他们还禁锢了天使本体 在这过程 无数人被红眼天使摧残 好在写险他们等人 找到了被禁锢的天使本体 但是照回分身 由于数量太多 差点让天使精神世界崩溃 是捷限爆了他 不够可能一同牺牲的风险 才在最后解除了这次危机 戒心的后续记忆 就是在照顾昏迷的天使时 想起来的 他很奇怪 自己按理来说 没有任何遗憾了 可为什么 还留在这个世界 最后得出结论 大概是不舍得 这个世界的众人吧 但是戒心更希望大家 能放下过去 跟过去说再见 跟未来说你好 天使赞同戒心的说法 两人开始跟死后世界战线 做出逆反行动 第一个选择的人 则是替代言则 做主唱的优历 优历的过去其实也并不好 因为车祸只能卧床不起 所以戒心猜测优历的遗憾 可能是自由活动 但猜测有很多都不对 直到后来发现 这个丫头竟然是在担心 因为自己的身体 会被当成累赘 而无法成婚 所以她的遗憾就是 希望有人能跟她求婚 在优历对着戒心问 你会不会跟我结婚这句话时 戒心不料该如何回答 结果却被日向抢答 我会 原来日向这些时间 早已发现了天使跟戒心的行踪 毕竟她们挑选的对象 就是日向喜欢的女孩尤丽 她虽然有不舍 但却希望自己爱的女孩圆满 车底让尤丽放下过去后 她加入了结线两人 目前这件事 必不能让百合知道 但或许是造化弄人 因为死后世界NPC 竟然变成了黑影 开始袭击死后人类 身亡惨重下 百合竟然想让大家赶紧 完成离害 好能踏入轮回 如果想要留下战斗的野心 因为百合自己 就是这样决定的 在与许多人告别之后 百合他们也成功 找到母后黑兽 因为死后世界的设定 是在被察觉到有爱的出现 就会毁掉所有 一切重新来 这个真相是由一个NPC 告诉百合的 他似乎是这款程序的看法者 生前没有任何遗憾 因为是一bug 所以才来到这个世界 为了寻找那个他 这前面的经历跟结贤 有些相似 都是没有遗憾 可当年有些不敢相信的是 后面的经历 也跟结贤完全一样 而这件事 都是在百合 毁掉这个神秘NPC后 才被解开的 但在这之前 百合自己竟然被救赎了 因为他就是这个世界 第一个产生爱的人 那份爱是对 颜泽、结贤等人 他在毁掉NPC后 冷静时 竟然感受到弟弟妹妹的呼唤 他的遗憾就是 没能保护好弟弟妹妹 但现在 他就听到弟弟妹妹 没有怪罪他的声音 竟然后的百合 也终于对那份过去 释怀了 但是因为剩下的最后五人 天使、结贤、百合、文人、日向 都彼此牵挂 而没有轮回 但是也该到了分别的时候了 五人简单做了一场毕业典礼 文人、日向百合 也就开始纷纷离开了 只剩下天使和结贤时 结贤却问天使 要不就是这样一直留着 来帮助来到这个世界的冷霸 说完 并向自己的感情 告诉了天使 我 爱你 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结贤彻底爱上了这个无话的女孩 但是天使也该到了离开的时候了 因为他唯一的遗憾 就是想跟赋予他青春的恩人说一声谢谢 而造化动人的是 这个恩人就是结贤 因为天使的心脏是结贤死后捐赠的 之前之所以能够回忆起完整的过去 也是在照顾天使的时候 贴近了自己的心脏 从而共鸣 他爱的人抱在怀里 可是却因为圆满不在遗憾 而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 最后只剩了结贤一人哭得细里糊涂的祈求 天使能够留下 但回应他的声音却不可能出现了 故事结束 很悲扬的剧情 但还有更悲扬的结局猜测 因为关于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神秘黑影 以及NPC都没有过多解释 但是却可以从中发现 这个死后世界的本意还是好的 并且大胆猜测 实际上结贤是最早来到这个世界的人 但因为没有记忆从而无法离开这个世界 他不知道他的遗憾是什么 就好像被困在这个世界了 之后他在这个世界爱上了一个人 结果这个人轮回了 可是结贤是始终得被困着 于是最后他将自己变成一个NPC 开始陷入无尽的等待 这些神秘少年只是一个虚拟的物 所以跟真正的结贤并不冲突 白鹅只是开了两枪 就打死了这个boss 所以说最早的结贤 为了不让人重蹈覆辙 才设定了关于爱的出现 就要毁掉了程序 而如何检测到这个爱的出现 那就是结贤本能的自我感知 毕竟在之前 结贤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白鹅的爱就已经出现了 但他硬程序却没有启动毁灭 也是天使等于出现 才能结贤重新变成了人类 并且也是天使的心跳 才能结贤彻底恢复记忆 以上是我个人的大胆猜测 如有漏洞 还希望各位点评 而关于结贤是否轮回 又或者继续被困在这个世界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轮回这个说法 因为后续有一段 一个很像结贤的人 遇到一个很像天使的人 很短暂也没有说出结果 但是我恢复记忆后 再知道自己没有遗憾 也得一轮回 我是少年 有个面临又可爱的小鸡的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请点关注 拜拜